歡迎大家來到香港這一天 早兩天五一假期 有人發起要支持黃店 網民登了很多商店的名字 然後當日也有去商場叫口號 當日大家不知道 當日兩張主要的親中報章 如果你看一下標題就嚇死了 因為說到黑暴來臨 然後另一張標題就說 黑暴打殘黃金洲 然後五一 當日看到一些商場 大批的防暴警員去了商場裏 其實只是趕一下 然後很多黃店都排隊 排長龍 很多報章 甚至一些親中報紙 自己都很多報了這些排長龍的照片 但是獨獨沒有很嚴重的暴力衝突 或者左暴所說的黑暴 然後到接著一天 中聯辦就出了一個殺氣騰騰的聲明 就說到罵 又罵這個黑暴 然後就罵這個黃色經濟圈 然後跟著 國家領導人又開聲 前特首 又說到鐵文就說 要依法裝修的黃店 這樣說 其實就是這一類的推動 這一類的 所謂依法裝修 什麼店 什麼店 其實就最終 可能 實際上才是撕裂香港 山坡仇恨 歡迎上我Facebook 先說一下 現在似乎是針對黃店 又說這些是經濟攬炒 大家擔不擔心 真的會搞黃店呢 黃色店鋪很不空 說回5月1日前後 其實現象都相當奇怪 因為4月30日 當然有些商場 因為紀念831 商場有一些聚集 但大致上沒有什麼大衝突 然後就去到5月1日當日 蘋果日報當然頭版 就叫那些人去支持黃店 下了些名單 可以上網找 然後大公報 剛才看到了 他的標題 嚇你一驚 黑暴重臨 謀多區放炸彈 6000防暴警 嚴陣以待 然後另一張文匯報 就說黑暴打殘 黃金周 然後說到攬炒疫情 說上加傷 這樣說 到了5月1日當日 就沒有這些所謂 他們口中所謂的黑暴 所謂真的未似如期出現 不知道誰的預期 然後就看到 反而看到 黃店門面大排長龍 晚上當然有一宗 警車就說被人 扔了汽油彈 拉了一個15歲的少年 但是什麼一回事 應該都還要查一下 究竟這宗是什麼 的一回事 但除此意外 其實 講不上 有什麼很嚴重的 暴力衝突 文匯大公 跟著那一天的頭版 都挺有趣的 因為大公報 前一天還說黑警 又重臨了 但是大公報頭都是說什麼呢 講歷史教科書 鴉片戰爭 文匯報呢 就講鑽石公主郵輪的 一間跟進一個確診者的一個個案 當然也有報導那些暴力事 但是就 不是說放在頭版 總之這兩張報紙 又見不到有很嚴重的黑暴 但是中聯辦 不知道是不是跟回 一路以為這樣的劇本 就出稿 裏面那個聲明 出的聲明又大 就是數一數 那些黑暴 又說嚴重 譴責極端極端的激進分子 在五一的時候 再很多的一些違法的活動 又 反對派又經政治攬炒 然後經濟又攬炒 又說市民 又說懲罰那些攬炒派 又說這句不知道怎麼理 因為市民就排隊 可以黃點 然後又指責 就說這些 這些攬炒經濟 是破壞了這個自由市場規律 這樣說 這些黃色經濟圈 會散播仇恨 撕裂社會 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 這樣說 中原辦出了聲明之後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 就在Facebook鐵文 就說要叫人 依法 裝修黃點 簡單來說 就舉報 閃蓬 或者什麼招牌 後巷 行人路 環境 衛生 總之 有些人覺得 它是違反了這些建築 或者環保衛生條例 都要去舉報 還說 可以向建制派議員舉報 向他舉報都可以 報他都可以 假設這些違規 可能違規的 全部都是黃店 其他店舖就不會有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樣的呼籲 隨時其他店 可能更麻煩 又或者殺錯良民 可能有些沒什麼 又會被人搞 等等 香港的零售飲食 過去太依賴內地遊客 內地遊客近幾年 開始不太離香港的情況之下 近來都已經收縮得很厲害 去年當然就是 反修例 持續 政府搞就搞不定 內地客人都害怕 不來 然後跟著年頭 武漢肺炎疫情 就來都來不了 又隔離措施各種各樣的事情 所以每年的五一黃金周 過去香港飲食零售都受諾 就是受惠 今年就完全是兩回事 完全兩回事 其實你做生意 其實都很明顯了 如果現在香港人要自救的話 都是靠民間 靠自己 靠本土消費 靠本土私海 靠本土經濟 所以市民搞一些黃色經濟圈 大家記住 搞黃色經濟圈 又沒有人叫你禁止 或者阻止人們搞 藍色經濟圈 綠色經濟圈 或者什麼其他顏色的經濟圈 其他你喜歡搞就搞 然後消費者就自己去選 喜歡去黃色 黃色 黃色 藍色 綠色 綠色 這些人多 寧願排隊 寧願花點時間 這些其實才是市場 自由市場的規律 內地還在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說有市場經濟 但是都是在學著 很多事情 大家都知道 國企 沒有什麼所謂 很多的私營市場 中聯辦反而說香港在搞這些 不是叫做自由市場規律 說現在已經有監督權了 但是原來還加上我們什麼叫做自由市場規律 其實都真的挺荒謬 如果這件事搞得好的 內地也不需要來香港學 或者其他地方學 反而現在西蘭教我們香港 什麼叫做市場經濟 現在的那種做法就是 將一些鼓勵消費 叫做經濟攬炒 其實本身就是攬炒 因為你再推一些 叫人去依法裝修黃店 我想香港的城市的特色 就是真的 無論你大小 雙下雙鋪 有很多的一些建築 就是衛生 或者一些環境 排污的一些問題 大量這些個案 最近一些警隊高層 都發覺是有這些情況 一些住宅 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還搞一些什麼 什麼 依法裝修 什麼店 什麼店的話 就很容易 就變成全城 舉報 什麼店 什麼店 全城就在那裡 互相舉報 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是不是正正 其實中聯辦叫 香港 不要搞什麼 散播 仇恨 撕裂 撕裂社會 才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 中聯辦 那個辦 上個月中 其實就開始已經說 監督權 最近 還說 什麼 反對派 就叫做 濫炒派 然後 我們的保安局局長 或者警隊 其實 都不斷說很多 現在越來越多些 恐怖主義 擺明現在的勢 就是 要 準備出一些 辣椒 相當苛的一些法律 之類 包括就是反恐法 所以如果 假如 這個五一 出現 他們所謂的 一些 黑暴的話 其實就是大條隊 理由去推這些 什麼反恐法 之類的事情 但是現在就 說不上 有 說不上有 其實 只是見到的 一些混亂 什麼的混亂呢 就是 警隊走進商場 那裡 自己圍著一個圈 拉著一條 顏色帶 就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 就在一些走行電梯 那裡 又走上走落 這些 混亂 就不是叫做 黑暴 所以 之前 有些說什麼 黑暴的話 其實這些 就真的造謠 假新聞 那 就說 沒有了 黑暴 唯有 現在的 宣傳機器 就 砌一些 黃色 經濟圈 教我們 怎樣 去店頭 消化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